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很久沒拍過Get Ready With Me 因為最近我買了一堆He Me的產品 就想不想再拍開箱 不如試試用它們來化妝 又因為剛剛起床的關係 不如順便拍一個Get Ready With Me 我真的從護膚開始 這次我完全是洗完臉 即是用清水洗完臉之後 就開機拍片了 那我就會用的去角質化妝水 是不是說到我好悶 每次抹完都會看到這些黃黃灰灰 就很有滿足感 因為去角質化妝水是沒有保濕性分的 所以我會再用一個保濕的 通膜去拍上臉 如果有時間就會濕敷 然後今天有點趕時間 所以我就拍多一個化妝水就算了 就不濕敷了 這支是去年在日本買的Orbis 然後繼續用保濕精華 我也是用Dr.Wu的這個 吸收了之後就塗臉霜 大家有沒有參加上星期的Gift Away呢? 塗完它的皮膚真的很軟熟 不過日後塗的話就一定要是乾肌 因為它始終也有一點滋潤感 然後就塗防曬 萬年推的MECA 好了 終於完成了護膚品 就可以開始化妝了 第一樣就是HIMI的這支霜遮瑕膏 我都很緊張 因為遮瑕膏很害怕 如果它太乾的話就會在眼睛上起紋 但我第一個步驟一定是遮瑕膏 那就很害怕 好了 它是有一個很淺色的 嘩 怎麼辦? 好像不適合我這顏色 這個應該適合 這個可以做一點highlight 掃開了你會發現它不算延伸性很強 或者很奶油 好 那我先試一下 最多有什麼事不行呢? 我就把它抹掉去放其他 它遮瑕力就不算很強 你看到 為什麼我的黑暗圈還在呢? 還好的 它這樣上一層又不至於很乾 對 又不會起紋的 但是呢 就不太遮瑕 應該是遮瑕到小夏天 或者大家如果是黑暗圈沒有我那麼厲害的人 可能只要薄薄一層 其實可以的 它還有兩種顏色 我覺得方便 現在上了很薄的兩層 其實都遮瑕了大約七成左右 我先上粉底 粉底我沒有買新的 除了Chanel上個星期都看了之外 大家 所以就不用它了 我現在就很努力用完 XL的這支粉底 然後呢 我就用回剛才淺色那邊 看看可不可以 將這裏暗圈 這樣就 完成我這個遮瑕步驟了 然後這支我記得很划算的 我看到它大約 減價幾十元 我才去買 覺得好像 挺新奇 然後我就上了一點碎粉 這個也是 粟糕的水粉 以前呢 我就不喜歡 加水粉 下半面的 但是呢 近這一年呢 因為經常戴口罩的關係 我都很薄薄的 因為我會遮瑕到整個口罩 也是的 然後到滑眉 都不是新的東西 我就快點帶過了 真的差很遠 然後就滑鼻影 這次呢 買HIMI的其中一個主打的原因 就是這一盒的陰影粉 它是一個圓形的盒 然後呢 一打開 是有三種顏色 很漂亮的 我買的色號就是01號色 它是七十多元的 我覺得真的很划算 我會用最深色 因為它的最淺色來說 是跟我膚色一模一樣的 有時候可能帶出去當碎粉 或者是剛好沒有碎粉 我都會用這個顏色 當碎粉用 但是如果當陰影 它就真的完全做不到 那我就會畫一畫鼻影 你看都挺深色的 是不是太深呢 我立刻用這個顏色 就可以蓋上去 就柔和了 所以這一盒我真的很喜歡 我買了回來 用過幾次之後 就把我本身很喜歡的ROMA 就是把我扔掉了 拋住於腦後 除了鼻影之外 我會用它打完陰影 你看到打完陰影之後 漸層很漂亮的 就好像頸的膚色 和粉底的顏色 做了一個很自然的融合的感覺 而且這個顏色很適合我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盒 然後我就買了兩個液體眼影 它們超便宜 二十六元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正在做特價 它們塗上眼睛 就可以做到一個打底 我最近都經常用到 這隻粉紅色 替你亮起了膚色 但不會很閃 或者是很有存在感 會透透的 但如果是楓葉色的 就會深一點 而且我覺得 整隻顏色的質感有點不同 粉紅色是比較容易乾 所以做打底很好 但楓葉色這個 這個有一點濕潤 我今天都會用粉紅色這個 對 我會點幾下 之後就慢慢掃開它 還有之後再上眼影 我覺得是會持久一點的 而且顏色就會再出一點 而且我用過很多次都發現 是沒有跡線的問題 不會發化妝一條粉紅色的線 塞在雙眼皮上 但我都不是油眼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就多塗一點 用Excel的四色眼影 簡單化了眼妝之後 我就用Mascara 這次也是Himi買了 因為我看到台灣很多人都說 這支效果很好 很簽長 然後它有那種捲竅的效果 雖然它的捲竅效果 沒有我用Opera的那麼好 但Opera的比較濕 就會有機會倒下來 但這個呢 它是全天都維持到現在的效果 還有它是完全不會有蟑螂腳的出現 我用過幾次 它全天都不會掉下我的下眼皮 或者是融掉 但也是那句 我的眼皮本身就不出油 而且它價錢都是約70多元 我也覺得很滿意它的表現 之後就塗胭脂 胭脂也是買了Himi 它們的新色 這個11號色就叫Sunset Coral 其實我本身就是看台灣的女藝人多福心 它推薦完之後 就燒到我狠狠的聲音 我就買了這個顏色 但是呢 我就覺得有少少色差 因為原本我以為Sunset Coral 是會再偏橙掉少少 好像黃昏的顏色 但來到它也是一個珊瑚色 但無疑它上臉的效果也是很漂亮的 這個顏色無論你是白皮膚的人用 或者好像我這樣超級健康膚色的人用 它也是可以用到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但是如果你想找一種很特別顏色的胭脂 我覺得它就不是 整個人有氣色很多 它的粉質很細緻 摸上去很滑 然後顯色度是中等 它不會是超級無特顯色 你一塗上臉上就很容易出錯 可以慢慢加上它的顏色 接著就到HIGHLIGHTER的部分 一樣都是HIMI的 其實我今天買了這麼多HIMI的產品 都是$350左右 好像過了$300就可以免運費 所以就一次過 剛剛很達標的就停手了 我買了這個顏色 一樣是有鏡子的 多小也有鏡子 很好啊 那就是3號MUNLIGHT WHITE 你看到它上掃上掃 其實也蠻白的 所以我要等一等它 接著之後 嘩 我真的很喜歡塗HIGHLIGHTER 你會看到效果是很明顯 這個小小的份量就已經很大的分別 而且我本身是一個不出油的人 我就很著重這個光澤感 因為如果我沒有塗任何HIGHLIGHTER 我是很暗沉的一個人 但是如果塗了 你就會覺得整件事是 臉上有健康的感覺 我就追求這件事 這個摸下去就沒有胭脂那麼滑 它是超級白色 它是完全沒有閃粉的 純粹是光澤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 閃粉跌到整個臉都是這個問題 然後最近我收到Mercy 他們寄了最新系列的唇膏給我 這次全部都是偏啡色的顏色 所以我相信今年的唇色 應該都會偏向這一類的方向發展 這個是Velvet系列 如果大家想看試色 我一樣都會放在Instagram 除了這個Velvet系列之外 之前我自己極度喜歡的Dewi系列 Dewi Teens 都出了這個啡色的新色 雖然這個品牌在香港 應該不太流行 大家未必認識它 但是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是不是很配合我啊 這個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塗的是非常亮面的顏色 但它亮面得來 又不會薄到看不到那個顏色很顯色 另外 新的質地 就是霧面的 會比較入抽 比較絲絨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好 我已經換好衣服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今天 GET READY WITH ME的這條片 HIMI的產品 我就是在PINKOI買的 在他們的APP上按 這個妝也是非常之日常得來 我覺得是很精神的妝 對 很喜歡這個唇色 整個人是極度有精神 比起剛才掃眼 不過我今天就真的剛剛起床 所以拍攝 聲音一直轉換 大家應該聽得到 現在清晰很多 開了聲音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推出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3點 逢星期日下午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